大家好,我是仙游居士 这次我们要去的地方是苏州中国四大园林之一的桌正园 在桌正园南侧有一条长满粗壮梧桐树的东北街 旁边紧挨着的是苏州博物馆 到桌正园可以先去里面的苏州园林博物馆看一看 这里是中国第一个园林专题博物馆 走进博物馆可以看到馆内是以桌正园的住宅部分为主体设置的各种展厅 你可以在这里了解到苏州园林的历史发展 还可以看到各种园林中使用的食材 千奇百怪的工具 不同的建筑结构的 还有缩小版的园林模型 看完这些你会对苏州园林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之后正式进入到桌正园 在这里你刚才所看到的一切都将被放大 园林分为东中西三部分 中部为精华所在 布局以水池为中心 亭台楼械皆临水而建 几具江南特色 总的格局仍保持明代园林 浑厚 质朴 舒朗的艺术风格 西部原为补园 布局紧凑 主要建筑 主要建筑为靠近住宅一侧的三十六鸳鸳馆 是原主人当时宴请宾客和听曲的场所 东部原称 龟田园军 现全部为新界 布局与平岗远山 松林草坪 竹屋驱水为主 建议大家还是在绿叶时期来这里游玩 可以看到最美的园林风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